剛才和大家嘗試計算了這個玻璃的Critic Angle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有一個方式組成出來 怎樣組成呢? 譬如我用了Symbol來組成 NG-G等NA-A 有一個光線在玻璃 折射到空氣 緊緊緊緊緊緊去到這個Case 緊緊去到這個Case 我們應該代什麼數? 我們試試找吧 NG就是Reverting In The Glass 視乎題目給我們是多少 我們要找的就是CG Critic Angle NA 這個例子就是我剛才說是玻璃去空氣 所以Reverting Index of Air就是1 Feater In The Air就是90度 Sy 90度當然是1 所以右手邊就變成1 我把Sy Feater調去右手邊 就變成1 over side C OK?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Reverting Index 我們就是左手邊這個東西 但我剛才說 我們這個Case就是想找一個Critic Angle 如果找Critic Angle的話 就是把這個Reverting Index放到右邊 分子就是1 分母就是NG 所以是1 over ng 因為如果想找這個Angle的話 就變成Reverting Index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們有這個方法 但這個Case 先講明 只可以是由水去空氣 或者是玻璃去空氣 或者是油去到空氣 因為我們剛才計的時候 這個是指空氣 空氣 所以這個是1 所以這個分子是1 如果我兩個Layer 就不是玻璃去空氣 比如是由玻璃去油 這樣講的話 那上面那個就不是1 那我怎麼說呢 我就要用這個Generes Nails Law 從頭開始砌氣 不過其實都很容易 這個Generes Nails Law 沒有敵的 只要砌就可以了 譬如我這個畫 有個光線就由玻璃去到水 現在上面那個就不是1 上面那個就變成水 那這個Case Reflecting Index of Water 當然是小的 Reflecting Index of Glass 那這個是make sense的 我們可以計到數 那有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Generes Nails Law 計完之後 這些東西 譬如計錯數 上面是NG 下面是NW 那上面呢 就大過下面 那這個數字呢 就大過1 譬如1.1 1.2 你按機是按不到的 會走一個ERROR出來 那你就知道你計錯數了 然後呢 我們嘗試一下做一做數 你自己試一下 這個很簡單 照代就可以了 那跟著我們對一對答案 好,當大家做完 那我做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Create Angle of Water 一開始都是 一定是這個Generes Nails Law 那收到那些Reflecting Index 之以此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 Create Angle of Water 大概呢 四十八點八到 那之以此 那就可以對一對答案 那就是這裡了 OK,下一條自己試一試 好了 當大家做完了 那我做好答案出來了 又是了 又是這個 Generes Nails Law 那照代數 倒完之後 你找到這個 Reflecting Index of the Liquid 就是1.41 那找到這個 Reflecting Index of the Liquid 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收回這條數 下去了 那就是 握了1 over 1.41 那 Generes Angle 就是寫到這麼多了 OK 那記住 這裡我看一看 你寫就寫 specific 寫就寫1.41 但你按機的時候呢 就按了所有數字 就是1.41 42135 之以此 那你才可以找到最準的答案 如果不是 那 Stab 你是對的 但是答案呢 有可能會錯的 最多最後的答案 譬如這個例子 如果你用1.41 一代 去按機的話呢 你找到 Ocarine Angle 是45.1的 那這個是一個 沒有那麼準確的答案 那是會被扣分的 OK 接著就有些例子 大家嘗試去自己做 那這條 如果大家做完的話呢 那 那 自己對下的答案 那我就基本上 不講解了 那這條比較深的 你自己看看 那如果有不明白呢 就留言一下 或者上課的時候 再問回我 那這條我就不講解了 好 接著我們就會講一講 傳內反射的例子 那 包括日常商的例子 和 它的應用 那我們先看這個例子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在右邊這幅圖 就看到一個女仔 她就站在一塊鏡前面 照鏡 那這個是 左手邊這個是 她自己 本人來的 那 右邊這個呢 就在一塊鏡裡面 一個image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塊鏡的image 其實有些蒙的 那為什麼有些蒙呢 都很光滑 亦都沒有水氣 那一塊鏡都沒有 但是為什麼會有些蒙呢 其實呢 大家如果有細心 留意一下你的照片 當那些鏡是很厚的時候 或者是玻璃 都有這個效果 當一塊玻璃 或者當一塊鏡是很厚的時候 我們看到裡面的image 其實有時候會蒙的 那至於為什麼呢 那我們看看這個原因 其實呢 這塊鏡 我們所有的鏡呢 這個是鏡的底部 它是一個反射的物料 reflective material 那其實是什麼呢 多數是銀來的 Silver 是一層倒了很薄很薄的銀來的 那如果你譬如試過 不幸運地打爛一塊鏡 或者有一塊鏡呢 你用很久 十年 二十年 你會發覺這個鏡底 這個鏡底 開始 為什麼會有些東西 掉出來呢 其實就是 它倒了那陣 那陣的銀 剝落 所以我們不可以只有一塊銀 那我們有一件 number要保護 又要透光 那用什麼呢 當然就是用玻璃 所以這裡有一塊 glass sheet 一般來說這塊玻璃不會太厚,薄薄的 一來是成本問題,二來重量會輕一點 但如果在一些電鋪、商鋪裡面 鏡子很大,我固然要有一塊厚的玻璃來保護它 否則可能有什麼硬撞到它就會爛 如果當這塊玻璃很厚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情況,我們叫做multiple image 多重影像,為什麼呢? 譬如這個有個角色,有些光四方八面射出來 我們沒理由看完,只看其中一條光線 就這條粗粗的光線,OK,就射過來這裡 它當然就會折射,光線射到玻璃那裡 在鏡面那裡就會反射 我再說一次,這裡是折射 當然在這個interface,其實已經有少量反射射到你的眼 我說過了,在任何interface 除了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出現的話 任何的情況之下,都會有少許反射 例如水面、湖面、鏡面 你看的時候都會有反射 所以這個第一個情況,已經有些光線走入你的眼 那你的眼就判斷不了了,你還會有些東西在那裡 那就是第一個image 這個image是比較弱的 OK,因為最主要就是光線大部分就會折射 穿透玻璃 在銀的表面,silver的表面就會再反射 反射之後呢,反射到這個表面就會產生折射 所以大部分的光線就會是折射 反射,再折射,進入你的眼 那這個image,就是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會看到最清楚的image 就是i2就會最清楚的 另外就是 其實這個image,有少量的光線就會有反射 OK,我講過任何的表面,除了整體內反射 它都會有反射,所以這裡有少量的光線就會反射 再反射,再自射到你的眼 很弱的形象會出現,就是i3 你想想,如果這塊玻璃是很薄的 那現在很厚,如果這塊玻璃很薄的話 那這三個image,1,2,3 就會幾乎是重疊的 那如果反過來,這塊玻璃是很厚的話 那1,2,3,i1,i2,i3就會分得很開 分得很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有multiple image 多重的影像,就譬如這個case 就會是一個多重的影像,就會出現 所以在這個例子,我們看到 這裡有一個反射 但其實這就不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因為如果是有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的話 光線就不會在這裡截射出去眼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的光線 由這個objectively dense medium 去到一個less dense medium 就會產生反射,這個是普通的反射 所以這個例子 並不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這個例子只不過告訴你 我們用玻璃 再加這個reflective material 就是銀,我們普通的一塊鏡 其實是有可能產生multiple image 令到我們鏡裡面的image 看得不清楚 這個並不是有任何關於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的事情在裡面 為什麼要說呢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個例子呢 就是因為這塊鏡 如果它的玻璃是太厚的話 就有缺陷了 缺陷就是這個multiple image 那我們 就想做些事情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去彌補這個缺陷 那有沒有呢 有,當然是有 那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跟著我們之後會講的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這版就是一個詳細的解釋 跟剛才我們一樣的 那只不過用powerpoint有些animation 詳細的解釋 那我就不再重複了 那大家自己play那個powerpoint 自己看 解釋是一模一樣的 那會不會叫大家去畫這幅圖呢 就不會的 叫你畫這幅圖就會太深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 multiple images 發生就已經OK了 那這裏之前已經說了 我就飛了